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们 你们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产经纪Bob胡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向您为好 今天是2024年2月26号 星期一 奴隶假晨眼正月时期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加拿大生活费用比较少 加拿大数码账片激增 加拿大经济已先衰退 安省增加高等教育资金 安省一票通 正式实行 加拿大全民药保计划 联邦协议买房新政 多伦多 多家前门包裹被盗走 下面向您汇报一下今天的具体内容 加拿大生活费飙升 与通货膨胀做斗争的加拿大人 正在通过捐赠平台筹款 支付日常开支 捐赠平台表示 自2020年以来 关于加拿大生活成本的筹款活动 激增274% 三年来 加拿大人发起了 超过20万次的筹款活动 来支付日常开支 筹集资金总额超过4.8亿元 自2020年以来 加拿大人的生活成本筹款活动 增加了274% 食品和住房 被列为两个最常见的原因 多伦多 卡尔加里和温哥华 是这段时期通过筹款 应对生活成本最频繁的筹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 2023年 消费者的物价指数年均上涨3.9% 加拿大数码诈骗案激增 信用评计机构 川斯优利的调查显示 过去一年 加拿大数码诈骗案激增了40% 排名全球第三 加拿大人中 有60%曾成为诈骗目标 10%的上大收听 零售业涉及诈骗的比例高达8.4% 社交平台的诈骗为6.2% 疫情期间 数码交易激增 诈骗企图 暴增202% 川斯优利的提醒加拿大人保持警惕 谨慎提供个人进行 有超过70%的人 因为安全担忧放弃网站防御 42%的人放弃现成购物 加拿大经济一线衰退 随着加拿大洋行 缓慢而坚定地进行降息 加拿大人可以期待 洋行在今年春季 开始提供一些传息机会 首席经济学家金敏 预计首次降息将在6月份进行 如果通胀和经济放缓的速度超过一期 降息很可能 在4月份就到来 第一次降息后 预计洋行将在今年和明年的会议上 将利率下调25个几点 到明年底 加拿大洋行的个月利率将降至2.5% 如果按照人计计算 加拿大已经陷入经济水退 经济学家预计 工资将在今年下降 这将为加拿大洋行提供进一步的信心 安省大学巨亏 安省生长福特 以及内阁 在准备为安省高等教育机构提供资金时 加倍严厉批评评 杜鲁多政府对留学生命额进行限制的政策 安省政府计划在2月底为学院和大学提供财政支持 今年联邦政府限制留学生人数 福特表示 联邦政府突然拿着大筹打枪整个系统 让所有人措手不及 当他出访海外进行贸易和投资任务时 他将学院和大学作为安省的最大特色进行宣传 安省的头号面就是大学和学院 以及从这些院校毕业的学生 安省大学历程会主席表示 福特政府实施的学费动结政策正在破坏学生的成功 安省的高等教育机构 显然已经感受到了经费的锦衣 所有的压力 并呼吁政府提供工作资金 但他们的怒火大部分集中在联邦政府身上 安省一票通正式实施 从今天开始 在大多伦多地区 搭乘公共交通系统的居民将相受票无便利 一票通正式实行 从2月26日开始 如果能在TTC大多伦多其他地区的交通系统之间换成 只需支付一次支配 这将使TTC与其他大多伦多地区的交通运营上保持一致 连接英尼斯德水和多伦多皮尔水国际机场的规刀交通线路 由于额外的技术要求 导致起尚未被纳入一票通计划 一票通开始实施后 乘客在不同的交通系统之间旅行时 当使用Presto系统卡银行卡刷卡时 将按照较高车费收益笔费用 乘客必须使用同一张卡刷卡摄像车 才能按一次票价击费 所有换乘将在本地交通系统开始的行程中有限 最长为2小时 而在GoTransit开始的行程中 最长时效为3小时 加弹大全民药保计划 联邦新民主党表示 经过收入谈判 NDP以与执政的自由党达成协议 推出国家药物保产计划的第一部分 该协议是两党之间支持信任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是在3月1日提交立法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的 该协议包括与BC省称保范围一致的 避养药具的催眠保险 它还包括用于1型和2型汤尿病的所有医药素 以及其他汤尿病药物和血糖检测等用品的基金 此次新民主党和自由党达成的药保协议 真正在加拿大实现了全民药保 联邦协议买房新政 联邦新民主党与执政的自由党达成的协议清单上 包括了联邦协议买房新政 此前 自由党和新民主党承诺在2023年底前实施一项 购防者权利法案在未能按时完成 根据高冷清文件 这项法案旨在确保购房过程公平公正透明 政府将继续努力制定这一法案 并承诺为年轻人中产阶级和新民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该法案可能包括确保进行房屋检查的合法权利 要求房地产经纪人披露他们是否代表潜在的交易的双方 以及确保销售价格历史的透明度等措施 多伦多多家门前包裹被盗 多伦多伊斯特洋克地区的民宅接连发生前面包裹被盗案件 警方正在寻找一名嫌疑人 多伦多警方表示 在2023年1月10日至2023年10月10日期间 七家民宅的包裹被同一名嫌疑人盗走 这名嫌疑人接连偷走放在民宅门口的多件包裹 作案是嫌犯同舱骑着电动自行车来到民宅附近 然后轻车走进民宅前面并拿走包裹 随后嫌疑人骑着电动自行车立刻现场 根据描述这名嫌疑人大约在30至50岁左右 有着几肩增色卷发 案发室戴着黑色头盔 背着黑色双肩包 骑着一辆黑色电动池 汇率和天气预报 2月26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率换532.5元人民币 明天2月27日的天气预报 卧泰华5度到16度 多云多伦多 6度到8度 小雨 中哥华 0度到2度 有雪 魁北克 2度到8度 少云 卡尔加里 零下18度到零下16度 多云 以上就是这次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您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